快嘴恐又惹风波。 谈台北创新价值。 柯文哲,就是选出我。 记者叶婷,林良县台北报道。 一向有话直说的台北市长柯文哲,恐怕又因为快言快嘴惹上风波了。 今,18日在论坛谈道是大运台北的独特与包容,柯市长笑说台北的独特创新,自己就是代表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台北的创新,其实柯文哲就是一个代表,台北市民可以容忍柯文哲。 聊台北的独特与包容,台北市长柯文哲又口出狂言。 柯文哲说话百无禁忌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自由你知道吗? 想骂谁就骂谁,太爽了,虽然我常常是被骂的人。 柯文哲百无禁忌,话匣子一开没在管幕僚。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 柯文哲,柯市长跟柯文哲有没有冲突,其实到现在为止,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两个一直没有冲突,因为我就是满大牌的做我自己。 柯文哲表示,一直以来都很做自己。 面对市民提问,柯市长有话直说,似乎越讲越起劲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很多疾病只有这个地方才有,可是台湾同时都有。 DNA就是混得一塌糊涂,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,你中有我我中有你,你身上有我的DNA,我身上也有你的DNA,所以我可以把你当作我的敌人,我每次再开玩说,再讲又要失言了。 柯文哲紧急刹车 就怕又因为快罪惹出失言风波,柯文哲紧急刹车回到主题是大运经验谈,但没想到下一秒又破功了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把那些在外面骂我们的人,找进来做事是很好的方法,这也是是大运品牌小组广告都很成功的原因。 虽然知道快嘴会让自己惹上麻烦,但显然柯市长,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。 记者叶婷,林良县台北报道。 一向有话直说的台北市长柯文哲,恐怕又因为快言快嘴惹上风波了。 今,18日在论坛谈道是大运台北的独特与包容,柯市长笑说台北的独特创新,自己就是代表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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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口出狂言。柯文哲说话百无禁忌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自由你知道吗?想骂谁就骂谁,太爽了,虽然我常常是被骂的人。 柯文哲百无禁忌,话匣子一开没在管幕僚。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 柯文哲,柯市长跟柯文哲有没有冲突,其实到现在为止,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两个一直没有冲突,因为我就是满大牌的做我自己。 柯文哲,柯文哲表示,一直以来都很做自己。面对市民提问,柯市长有话直说,似乎越讲越起劲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很多疾病只有这个地方才有,可是台湾同时都有。 DNA就是混得一塌糊涂,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,你中有我我中有你,你身上有我的DNA,我身上也有你的DNA,所以我可以把你当作我的敌人,我每次在开玩说,在讲又要失言了。 柯文哲,柯文哲,紧急刹车回到主题是大运经验谈,但没想到下一秒又破功了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把那些在外面骂我们的人,找进来做事是很好的方法,这也是是大运品牌小组广告都很成功的原因。 雖然知道快嘴会让自己惹上麻烦,但显然柯市长,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。